建强这问题是有关顺名的事情 以前是台南11号 今天我跟我们一起听说 通过电话他也说 这台南11号呢 就中了那个什么文句啦 中了笔啦 所以他呢要中81号的品种 我今天已经跟他确定 他确实是中新品种81号 好但是我们建强呢 要问老师的问题是 有关已经中了笔啦 通常呢 这个水浮一路完之后呢 还要噴 以后中了笔跟其他的这个 以后来做红纸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说在那边买的时候来噴 还是说要在那出水进行也要噴 通常呢 露完水浮 几天后要噴 以后中了笔跟其他红纸的油片 那出水完 哦 忘灰 又噴一次 这样感觉 水浮的这个中了笔呢 再去是噴好 还是会不是噴好 因为再去是有漏水 啊图面上呢 有一张图片 有三支 这个算是有迷 算是有出迷吗 有作迷吗 请问老师哦 这图表是他噴的这个时间 哦 他的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理解 是不是有正確 这一时有漏水 所以呢 油呢 容易被稀释 做生 油耗较壞 那如果是 这种豆 这一点到三点呢 温度太高 油水呢 容易蒸发掉 那如果说 蚌灰哦 在高点呢 哦 在会不会三点 啊 不能噴灰 所以蚌灰通常是会不会 哦 几点 他想要哦 哎 了解一下 如果呢 是噴油的这个时间 自己可以哦 调配的话 那老师你建议 什么时候来用药 时间减 最好 时间点最好 来 嗯 这个台南11啊 其实 这个平静 这个因为 他山梁 静的起立 那么台南11号 所以呢 他这个静就走 所以 他一个这个 很多人 爱去爱静 那么 一个这个这个原因 就是喜欢去 去种他哦 那么 他的原因就是说 他 他静的走 啊 怎么说叫静的走 就是说 你若是要把他这个 山梁吹起来 还是怎样 那么他其实是 比较容易做得到 比较做得到 所以 很多人 很爱 很爱做这个 台南11号的 这个原因就是这样 啊 这个 他的美质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 那么 基本上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那么 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说 这个 11号 台南11号 那么 他 外观 这比传统的这个米 就是高产量的米同胜 有时候 他会比较不胖 好 就说外观比较不胖 但11号 没啦 这11号 他比较不胖 这个外观不好 比较不好 还是说不胖吃啦 还是怎样 这 再来 他最大的这个要点 就是这个 三両 竞的关 三両 你要竞的关 一定就是 不要 他 他 贴得给你竞 这是这个平静的特色 所以你三両要竞的关 你当然就是丢了边 他虽然有一个空性 这文库 这种的你过得好 大概也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11号 是有这种的一个特色 那么通常你说台南11号 这个漏完水肥就要噴 丢到边的这个油 那么一般来说你水肥 然后通常是麦糕 那个时候你就一边 就已经一边油在那里 不是说丹到 落到水肥 通常是麦糕 那个时候就一边油在那里 这德索的 德索这个做法就是这样 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说 立青民你咖啡那里 你就要一边油 通常这个时候是麦糕 麦糕的时候 你若没用分的 你也要放一遍 放一遍的这个 这种丢这个粒子 就是说 以往丢这边的这个粒子 那么这也是可以这样来做 所以通常就是说 我们若是尽量 尽量像这款的一个 因为三粒肥 大家在这个肥 跟肥 都很感到吃 因为 它就生得出来 所以这个肥 就很多 让它去吃 所以吃了 这个咖啡 这个都很高 所以 我们在利用 这些东西的时候 通常就是说 你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桌到鼻子 末的这个中间 你能 你若是 目高进情 没输油 目高进情 没有输油 这个桌到鼻子 末的这个中间 你也是可以拼拼 可以拼拼一片油 就是說出水準情 那你倆說如果是眼膏那頓有分 這個獨得到處乾的重點 不一定要拼拼 你等交頭多水到處來拼 你還會有 這個不一定是說 這個獨得到處乾的重點 你就要去拼拼 就要出水準情就要去拼拼 這個沒有什麼一樣 那一般來說 你說通常樂園水 几天以後要拼 跟其他的一個風景的一個用益 那麼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這個沒有一個沒有一個 一個習慣 這個就是說一定就是怎樣的 這個這種 一定就是什麼時候就要去噴 是怎樣的 有時候看這個天氣有時候就是 因為天氣開始有變化 進入我們的這個 雨季嘛 所以通常那個時候會去轉一遍 所以有的人 在這個 以台南11來講 以台南11來講 通常有時候他 他只有一遍而已 一遍而已 那一遍而已 到時候都是坐水高頭 因為那時候天氣開始有變化 你說進行天氣 一帆風順 你說你去噴這個油 到一個 到一個必要性 這是我們可以去 去考慮的這個 這個地方 那麼一般來講 通常是清明這家打 因為這個溫度變化更高 到時候 在這個時候 那邊一定要 就是說大概就是在三月 清明進行十五天 退後 這個中間 這個中間 這個中間大概有一個多月 那麼 都要去以後 在清明 這個退後 進行退後 這幾個月 這個地方 都要去做這個 中立病 這個以後 目膏這個地方 夜道熱病 一般我們可以 就是這個鋪沙熱 這個 放在頭上 放在頭上 還是說 一直用這個 三賽事 並說 他已經 目膏 散散了 就要熱水肥 有的是熱水肥 然後噴油 有的是噴油 然後噴油 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那個時候最重要的 就是差不多在這個中間就是 啊 差不多在要做米 白山山 那個時候 但是 呃 你如果種比較慢 還是怎麼樣 剛好在這個環境就是天氣 啦 以天氣為主 這個中間不是說 一定就是這樣去做 只是說 他最容易去感染到中的病 那個 對做不到一個這個 這個生長的一個期間來說 他最容易去感染到中的病 是什麼時候 目膏那個時候 哦 因為那時候比較薄 你如果做到溫度 跳館跳 他當然這個 這兩行條件都符合 丟到便 就很容易丟到 所以我們 必須要屬先來 啊 來給他這個 進行 就要來改這 鳳梨 他本來通常 啊 傳下去 在這個 來的要到水肥 水肥差不多就是 啊 你如果報早 四月上旬 那四月中旬 這個地方就是 啊 他通常 我們在說 啊 啊 這個 一張裡面最高的 他去機 你把它拿一下 啊 他的脈 差不多一脈半 就是說他有開脈 有的說叫開脈 他的脈半 他有一個一點點 差不多 啊 這個0.2公分 2mm 一個米大 這個時候 大概就是 差不多是落水肥最好的 這個時間 落水肥最好的時間 這時候你水肥 它落下去 再來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還要 還要去落這個 要來做到 與文庫 這個 這通常就是 啊 這個 差不多要求水進行 所以你 一般就是差不多 一般就是 那時候 當然看天氣 天氣 比較壞 有時候你必須要拿雜 拿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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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邊的條過人 是因為你進行 啊 在目膏那時候 就已經一遍了 所以有的人會跟你說 他一個 早上兩遍了 就是目膏那時候 一遍 但是有的人 啊 是 抽水進行一遍 看天氣 抽水進行一遍 高頭一遍 啊 那麼目膏那個時候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這個 啊 啊 那時候 他拿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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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雜 從今年 啊 要拿雜 紅雞 雜 因為雜 是這個 惡化妙蟲 這種 他會藏在裡面 所以 我們可以先來 這個以後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那麼抽水進行 抽水進行 你當然是可以 啊 來給他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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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那時候 高頭了 那時候 不一定會轉油 啊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控制住了 這個 啊 睡到熱病啊 這水中熱病跟文庫都有控制住了 應該是 啊 這沒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問題 這樣啦 所以這大概是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麼 下完水背 幾天 這就不一定了 因為你 啊 這個 算 這個中間 就是說我們剛才所說到 所說到 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因為 你為抽水到 抽水這個 有做 做明這個時候 做明這個時候呢 那麼一直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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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呢 啊 倒數差不多在這個 28天 23天到 30天左右 啊 看平均有的 比較快有的 比較慢 11天呢 差不多在這個 看天氣20幾天 大概20幾天 23天左右 那麼一般的 你還是抓23天 啊抓23天 啊抓23天 就是說 啊 做明到 要抽水起來 這23天 啊所以你幾天 你當然你就看 啊 這個時間 反正就是在這個 啊你若是 給他算 他23天來 算平均的 一個這個這個 這次數23天來 算抽水進行 兩天你就要 兩天到三天你就要 這個 啊 你就要 做以後 對不對 抽水進行就要以後 因為那時候可以轉租了 你若是 你若是 你若給他抽水出來 那時候就 盡量可以賣賣去轉租了 這個得利 這個得利 這個通常是這樣 那麼 這個就是 出水後 萬灰刷 這個時候萬灰刷 萬灰刷 這時候 都會 擔心 啊 這通常是這樣 那麼 這個就是說 出水後 萬灰刷 再噴一片 油 這倒數 很多人是 這邊都會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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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啊 因為現在還要 再水後 高頭 這個時候萬灰刷 這樣 啊 這水前通常會去燭到 派天啊 啊 派天 我們就比較嚴重 超級重 還是怎樣 你這一邊 就贊一片油 這通常是這樣 那麼水中 丟到便在噴 災噴好 還是會不會噴 比較好 這都不差 那麼災 如果漏水乾掉的時候 就可以噴 盡量就是漏水乾掉去噴 那麼 比較好控制 大概是這樣 那是 可以在那時去噴 還是最簡單 這個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 不好 但是真的真的做不去噴 那麼 在我們好朋友在說 這個商品裡面 這個呢 啊 這個已經有1目半 所以呢 這個麵呢 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應該是有算 有這個做麵的這個時間 這樣 所以這給你稍 做一個這個慘客 那麼 嗯 我覺得 這有一個圖片 就是說 這個圖裡面 我們好朋友很辛苦 這個 他噴他要的一個 這個優先次序 反正 嗯 那是在 嗯 夢火 夢火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 過頭過才可以噴 因為栽壓肉醉搭了 他肥粉 差不多9點 9點到11點發粉開裂 那麼 他中島到1點這個地方 差不多就完成受粉了 所以一般通常 我們如果是 在水中 要噴油 並說 在夢火 有 夢火那個時候 還有必要噴油 加上 還是這樣 因為那個都很慘 那個時候 你如果是要噴 盡量就是會沒有2點半過 所以你說3點 這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你 這個 這個 阿波到7點 5點到7點 這個時候 有 有時候你噴油會減漏水 這有的油會減減 但是呢 一般來說是不太要緊 所以 那麼 在 我個人的一個這個看法 就是說 漏水乾了 你就 你可以噴 完全 災害漏水 所以 油會稀釋 是不是這個 油耗的比較不好 這不 但是也比較容易 油會減 因為那個漏水沒那麼淡 所以 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糖還是什麼 漏水的時候 比較不會出來 所以漏水乾 我們的噴效 還會比較好 這原因是這樣 那麼 這個 11點到 阿波3點 這個中間的 溫度比較高 油會比較容易蒸發 這是有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 這個 其實也還好啦 所以你這個看法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的 你這個調配上 這個 沒有 沒有什麼樣的解決問題 所以我個人是因為說 煮油最好應該是 7點到9點 這在這個時間 如果是可以在那個時候 煮油是最好 最開玩 因為煮油還要把它拍拍 稍微拍一點點熱 我們油不要用太重 再給稍微拍一點點熱 效果會比較好 阿你阿波 阿波你在煮油很熱 很熱 那時候很熱 所以 寒冷是盡量是賣 但是有時候沒辦法 所以這個時間 我覺得你的安排還可以 但是 到晚上 煮到5點到7點 這個時候 有時候比較沒空 才好 不要太煮油 因為那時候 有的這些 就不太 效果不太好 但是 有煮總比沒有煮得好 所以最好的時間 應該是7點 9點 10點 11點進行 就完成所有的工作 應該是比較好 所以 有時候過島的 風比較頭 也比較難煮 所以有時候 看你的這個情形 安排 這 工作 盡量可以安排 好 我相信最重要 是這樣 這讓我們聽到朋友 稍微做這個掌課 那麼 另外補充一下 這個問題 我們就跟你回答到這裡 所以 時間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這個問題 當然你如果11點到 會補3點 這個時間 挑過人過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但是有時候沒辦法 你轉油 沒辦法給你 這樣 你如果請人轉 你沒辦法搶時間 你如果要搶時間 第一加錢 第二就是 你的關係很好 不然你就叫沒有工廠 好自己轉 因為在轉油 我們都當時 當時 當時 大家差不多都在轉油 所以問題那麼多 所以不可以做工作 因為工作不能排出來 所以 如果自己轉不差 我管理要排出來 我自己就辦法去處理 當然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簡單 你回答到這裡 與止 現場 今天 好